今屆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10月25日發表 行政長官李家超早率領21位施局級官員 去到外秩序灣觀納小學出席地區諮詢會 大約120個市民參與 李家超說非常重視地區諮詢會 會多聽小說 我也很感謝社會 我覺得普遍都是認同我們的施政方針 整體來說我希望我們鞏固我們上一次施政報告 所落實不同的政策和指標 另外我希望再聽聽意見 看看哪些新領域 又或者在哪些我們已經推動的政策 要做深做廣 也希望聽大家的意見 說在我的施政報告裡面訂立政策的優遲 大約2個小時間諮詢會分兩部分 李家超和官員先聽取市民就土地房屋 交通運輸等的議題發表意見 第二部分是分組討論 市民分成4組 分別圍繞聘經濟和惠民生兩個主題 和官員深入討論 李家超總結時說會繼續完善地區治理體系 處理出席市民關注的地區問題 也都會清楚研究 推動經濟和培育人才等的政策 短期來說 我都知道我們的市面 特別是晚上 我們應該是搞活它 令到大家開心 經濟有經濟的效益 這個我們是會積極去 推動一些活動出來的 長語來說 我們的旅遊的確要更加去優化 因為旅客的習慣 旅遊習慣可能都改變了 現在就不只是購物 很多是深度 另外我是重視培訓本地人才 剛才提及很多的 我們包括教育方面 多元發展職業訓練 以及我們推動培育出來的人才 對接我們社會的需要等等 政府未來一個多月 會繼續透過不同形式的諮詢會 和社區探訪等活動聽取意見 公眾人士也可以經私訊報告 專題網站和社交媒體 電話熱線、電郵、傳真和郵遞等提出意見